主觀的感覺是很明顯的 我生氣了 我很喜悅 其實這些都是你個人的事情 跟別人沒有什麼關係 有時候你很高興別人還不太高興 有一個企業家他賺了錢 就請他父母去吃飯 他的父母沒有什麼感覺 坐在哪裡 沒有表情 一句話都不說 我就問他 我說你兒子對你這麼孝順 他說你怎麼知道他孝順 他問我你怎麼知道他孝順 我說他賺了錢請你吃飯 他說沒有這回事 我說你不是明明坐在這裡 他說對啊 那是他要懸要給別人看 你看我賺了錢了 我有本事請我爸爸媽媽 他根本不孝順我 他是把我當工具拿來懸要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怎麼不知道 一進來就跟我講 爸 這裡菜很好啊 我常來 我心裡想你常來 到今天才請我 你常來 你會發現人就是這麼難伺候的 你好心好意 他覺得你把我當什麼東西 誰的錯 兒子的錯 兒子把老爸請去一定要講 這家餐廳我也是第一次來 只是店家告訴我很好 那我也不曉得哪些菜比較好 那我們少操心 我們乾脆給他包得怎麼樣 寶貝莉說好 很好 那每道菜都說好 你不是 你說這一個餐廳 有幾道好菜 我常吃 我叫他拿來 爸爸每一道都不好 你好而已 我就是不好 因為他是不想主觀的 而且我勸人家不要告訴你 那個電影很好 你趕快去看 千萬不要 你都是害人 凡是有人告訴你 哪個電影很好 你去看 多半很失望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期待值很高 喔 那個電影好看 你就期望很高 然後一看都是失望的 所以我從來不告訴人家 說哪個電影好壞 他們問我 這個電影你看過嗎 我說我看過 好不好 我說你自己去看 我不要剝奪他這種 評估的能量 我不要 如果他問我值不值得看 我會告訴他 還可以 你可以去看看 有的我想算了 除非你現在沒有事做 否則不必看 這個我可以講 我不會告訴他好壞 我不會講這些事情 因為那是非常主觀的事情 記住 相同的情況 他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千萬不要把將心比心啊 想錯了 認為我這樣想 你一定那樣想 千萬不要 將心比心的意思是說 我的心放在你的身上 站在你的立場來想 而不是我認為這樣 你一定要認為這樣 那是錯誤的解釋 將心比心是我把我的心去放在你的身上 站在你的立場來看這個狀況 我覺得怎麼樣 別人不一定覺得怎麼樣 各有各的反應 我們要彼此尊重 不能說我這麼高興 你怎麼不高興呢 他心裡想 就是因為你太高興了 所以我才不高興 你看哥哥跟弟弟 哥哥太會賺錢 老江弟弟是一百個不高興 你相不相信 所以很多事情 我們真的沒有好好很仔細去研究 生理變化是很複雜的 大家要知道我們生理的病 疾病都是從緊張而來的 只要你全身不緊張 你大概不會有什麼病 你有什麼病 所有病 你的起因就是因為緊張 可是你放鬆不了 你放鬆不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事情 腦擱在你心裡頭 然後叫你踢心吊膽 明明沒有是 你一天到晚在那裡 恐懼 而這些東西 也是 不是說三兩句話可以講得很清楚 我們只能這樣提醒各位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 主要的是什麼 主要是我們的內分泌不一樣 主要是我們的神經系統的反應不一樣 我們身體的疾病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緊張 可是我們放鬆不了 我們天天說要放鬆 但事實上非常困難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自律神經 這自律神經表示說它是自己在動 而不是說你完全可以控制的 幸好這裏神經它有兩大部分 就好像陰陽一樣 一個叫做交感神經 一個叫做副交感神經 就是當你很興奮的時候 你自己會讓你稍微冷靜下來 當你很激動的時候 它會讓你比較緩和下來 它自己會調整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讓你的調整 能夠合理化 而不是說我完全沒有什麼負面的反應 那幾乎不可能 我必須要說明說一個人要做到完全不發脾氣 其實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也沒有必要 更不能壓抑 這壓抑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壓抑就是使得有一次會爆發得更嚴重 反而不好 你看地震 偶爾地震一下 偶爾地震一下 反而不會大地震 好久沒有地震 那這次地震是不得了的 我們裡面也是一樣的 我想發火 我忍住 我想發火 我忍住 然後一下爆開來 什麼都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血壓會增高 我們心跳會加快 我們腹肌會急促 我們瞳孔會放大 這些都是屬於我們內分泌 跟我們的智力行精 它自動的一種反應 有時候我們全身都有肌皮勾搭 有時候我們感覺到 好像後面老有一個陰影在那裡 像這些東西啊 跟消化不良其實是一樣的狀況 沒有什麼神秘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生理變化它是很自然的 你餓了它就餓了感覺 你飽了它自然又飽了感覺 你不可能說完全沒有這種情緒反應 那也不好